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临路摊放现场 三辆怪手左右夹攻 小心翼翼移动这颗大巨石 潮进公园 路口三崩 双向交通受阻 公路总局全力抢通 希望能够在11号完成通车 平台上去主要是为了让怪手能够到最顶上 去把浮动的那些符石把它刷拨下来 那危险的符石刷下来之后 我们会逐渐降低那个平台 来把剩余的土准备要外运 那接下来我们的进度是逐渐降低我们的平台高度 然后把土出到台北港 尽管工程单位调派怪手机具 全力的清除土石 坍塌的道路预定在下周二才会恢复通车 不过即将迎来端午年假 地方的观光也连带受到影响 有业者说取消电话接不停 一周内业绩几乎归零 现在本周业绩掉的不是掉几成 是原有的业绩现在几乎是零 那剩下除了预约课全部都退订了 这个礼拜所有预约课就全部取消 至少在端午前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观光的地区 那最主要的收入还是靠 国庭假日跟连续假期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 至少在礼拜一前是不会抢通 所以我们整个端午年假的损失 其实是对整个朝静地区 所有商家来讲影响是非常的重大 金龙市长谢国良 六号核产发处长 文化局长 民政处等单位首长 邀请了朝静公园商家进行讨论 针对三天连续假期的交通 涉案府将派观光巴士 在海科馆设置接驳点 从渔港进入朝静公园 我们今天跟朝静的各位业者 陶家们大家聊得很愉快 我们可能针对几个政策 首先在这个五六日一的端午年假 我们还是有一些 在路线上的替代方案 可以用我们的观光巴士来做连结 那第二就是说 针对于未来的平日的振兴经济 在这个路段修复后 我们会有一些提案跟想法 然后呢也针对各家的业种 进行了解跟如何给予相关的协助 除了接驳车之外 涉案府将推出振兴方案 针对平日时段寄出了优惠活动 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把车停在海客馆 那我们会市府这边会准备接驳车 然后到朝静 然后第二个我们文化局还有产发署 都会准备一些振兴的活动 包含准备一些礼品 或是安排一些抽奖的活动 那希望这个可以再促进一下 我们振兴一下我们这些朝静的业者 在这个还没抢通前带来的损失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包含 这个南大客的停车场 这边然后其实一直在抢通前 都可以供居民 或者是有些想要来的游客 然后可以免费来使用来停 然后这个海客馆所有的停车场 都还是按照正常的时间 来开放给所有的游客 还有所有的居民来做使用 工程单位全力抢通路段 涉案府将接续寄出旅游抽奖等好康 希望能够在暑假期间 维持旅游的业绩 降低对朝静公园观光冲击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中正区北陵路6月3号下午2点多 突然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的情况 引发社会各界关心 立委林沛祥在立法院 直询交通部抢修情况时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答询表示 工程人员日夜赶工 审慎乐观6月11号 北陵路崩塌路段可以通车 在基隆市八斗子发生的事件 跟后面主要是后面 那在什么时候 刚刚有听到我们 我们招伟特地有知道 说6月11号会退赴通车 可是针对现在 现在最后面怎么样 什么时候通车 那目前状况是如何 你们怎么样做出一定程度的 后面的不救机制 做出简单的回答 我跟委员报报告一下 有关11号要通车的这件事情 其实从今天媒体上我们也说说明了 我们分几个阶段在降挖 那边坡上的扶石也做了一些处理 那相关的这个工程人员 大概是日夜的在做一个清楚的工作 那我们有乐观 审慎的乐观认为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在11号的时候 如期的来做相关的通车 那至于说后续 刚才这个报告里头也特别提到 或者是专委 专委也特别提到 其实这个边坡呢 它是一个 应该是后层的一个快撞的岩石 跟那个柏的这个叶岩相互交织在那里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一个边坡 它直批非常良好的时候 从外观上是看不出它有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两个 这个不管是沙岩或者是叶岩 它因为风化的一个强度的 耐风化的强度不一样 然后又加上有水的因素在这里面 所以造成了所谓关键岩石的一个浸润 然后软化 然后这个岩石后来就崩了下来 然后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形 另外陈彦博也指出 将针对这种特性的边坡进行全面检视 所以针对这样特性的 这样的一个严惩的一个结构 所以刚才在这个报告里头 有特别有说明 我们大概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当然是对所有的边坡 西级的边坡 部长已经下达指示了 就是要做全面的一个总体检 那是对所有的 不管是各个公路铁路要做的 那至于说这个地方呢 SKY有特别提到 因为它有一个山崩地滑的一个浅室的区域 所以公路总局第一个步骤 会先去套叠这些区域 然后就刚才讲到的 会有这种斜交的可能 斜交逆向的边坡 可能会崩塌的 或是差异 我们马上讲完重点 有差异化的一个一个侵蚀的话 它会先做一些 由C级提升为B级 那就立即要去做一些改善 那长期而言 它会跟地址图做一些套叠 然后邀请专家学者 再做一次前面的检视 就这个台二线的这一个路段 做相关的一个 边坡的一个管理的经济 立委林佩祥也希望交通部 提供相关资料和改善计划等 给交通委员会立委们了解 让民众安心 有一些资料 未来我想请部长 请交通部来 来交给我们交通委员会 第一个 对于浅室土石流地区 进行的地盘改良 然后以增加边坡安全的安全性计划 这我希望说我们交通部可以提供 第二个是针对公路周边 一崩塌跟土石流浅室区 提出调查报告 第三个 要提供在2010年4月23号 国道走山事件 2013年在8月31号 必杀鱼港巨石掉落事件 2022年在国一 国一11月1号 国一细止段走山事件 跟现在最新的2024年6月3号 朝静的走山事件 我们交通委员会 本期见请我们交通部 在三年之间的 三年内的编波检测报告 都要提供回来 毕竟你们才是专业 我们必须要让民众安心的话 我们是需要专业的 专业的报告跟评估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已经进入防讯期 立委林佩祥特地邀及水利署 第十河川分署和市政府公务处人员 以及包括七堵区副名里长吴明宗 永平里长黄潮佳 自强里长张仁化 和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蔡旺莲等人 都亲自到现场会看 基隆和七堵段的清淤情况 因为里长和议员们都非常关心 七堵段是否有清淤和防训的计划呢 大家还是会担心万一下起暴雨或是台风来 会发生淹水的情形 不过时和分署人员表示 圆山紫分红道工程做了之后 七堵段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第十河川分署的保证 议员和里长们都还是会担心 因此会看后立委林佩祥作出决议 要求第十河川分署 十天内提出基隆和七堵段 相关清淤和防训计划 让地方一起了解 清淤跟保持河道的整结 保持河道整结 让水流能够顺利的 能够顺利在淘宇气节来临的时候 水流可以顺利从上游到下游 尽快的能够输去 这是我们今天会看最后面的结论 不只是说轻淤保证河流的速度之外 还有包括说水道整个旁边突出的地方 也要做出一定的修苦跟修缮 然后让整个水流能从上游到下游 尽快的流过去 保证说在淘宇气节来临的时候 不会因为有任何的毒涩或水流 或方位的改变 导致说水流停在某个地方造成淹水 你们自己跟我讲 你能不能在一起月会可以来报告 七号呢 几个礼拜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不然就十天好不好 十天可以两个礼拜后 十个工作天两个礼拜后跟我报告 然后之后如果OK可行的话 就直接作业 大概什么时候预计 如果立委这边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马上签那个开头签 就马上执行 那目前现在我们掌握到状况这样 不过我当然会希望说 越快越好 然后我们会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还蛮担心的 此外富民里长吴明宗则是希望政府可以尽快规划改建老旧的大华桥 而永平里长黄巢嘉也希望政府可以重视重置桥的安全结构问题 特别是防汛期来临时 这两座大小车辆来来往往的桥梁 是否还能够经得起大水的冲刷安全无余呢 记者吴俊松 端午节快到了市长谢果良在明镇处副处长赵明华的陪同下 接待慰问基隆市后备指挥部指挥官林中次等21个驻地部队官兵 并制证加菜金 同时也感谢国君弟兄在各项救灾工作的协助 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端午佳节 对于后备指挥部的林指挥官 以及所有的国君弟兄后备弟兄表达感谢 他们在这个放假的时候仍然是坚守他们的岗位 而且这几年在各项的救灾方面 包括4月3号的花莲灾情 以及这一次的这个北宁路的摊坊 其实都看到国君弟兄预备救灾的这个声音 所以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市长谢果良一一感谢后备指挥部 等各国君单位的辛劳 也祝福市民朋友和国君官兵们端午节快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市议员曾一芳出现在早餐店柜台帮忙点餐 同时也帮忙送餐给客人 难道也是斜杠人生吗 其实曾一芳是为了欺度摆服社区 这家早餐店的老板 也是好朋友的吴巧莹 实现回馈基隆家福中心和社会的愿望 来当一日店长 宁芳其实一直以来都在鼓励青年创业 那在创业的同时也要培养第二专长 所以乔莹也有了自己的斜杠人生 也是我们专业的花艺师 也经常与宁芳来举办各种花艺课程 从小也受到家福中心的关照以及照顾 所以她非常感恩以及感谢 将今天的一日所得 大家知道今天是暖城新石的十周年庆 所以吴巧莹也将今天的一日所得 捐助给我们家福中心 以及家福中心的孩子 那未来啊 宁芳也会跟巧莹一起来携手合作 让把爱传递下去 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受到更多的关照 因为年轻老板吴巧莹小的时候 也受过家福中心的辅导帮忙 因此出社会工作后努力打拼 不但开早餐店 同时斜杠人生担任花艺师交叉花 两个工作能够有所成就 让她点滴在心头 因此在早餐店开业十周年的同时 兴起回馈家福和社会各界 对她早年的帮助 才有今天的吴巧莹 谢谢曾宜芳议员用行动来支持 我们基隆在地创业的青年 在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的关系 我曾受到基隆家福的帮助 希望今天的活动能有抛砖影域的效果 让我能报答基隆家福 当年对巧莹的滴水之恩 也希望能够以我自身的经历 来鼓励我们基隆的青年 勇敢地追寻你的梦想 展翅高飞 在知道吴巧莹有这份爱心后 不少早餐店的首客来买早餐时 也特地再捐钱一起做爱心 而瞬间基隆家福中心委员多年的 市议员郑凯琳 得知这个消息后 更是一大早赶到百福社区点餐 捐钱共襄盛举 这是我们的家福宝贝 所以我们家福人家福 我们家福所做的活动 我们一定要相挺的 对于老板吴巧莹和市议员曾一方 以及郑凯琳的爱心 基隆家福中心满满感谢 所有家福帮助的弱势家庭 跟小朋友 感谢爱心店长 爱心议员 然后来协助关怀弱势 那其实透过一日捐的活动 也让社会大众更关心而保议题 让我们一起把爱传下去 一棒接一棒 那接下来就是暑假了 直接放暑假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 没有机会参加 暑极的营队活动 我们也把这样子的善款 用在暑极的营队 让我们小朋友从生活中 学习面 更有一些温暖度跟安全性的 知识性的提升 另外市议员曾一方 也应基隆家福中心的邀请 将家福的爱心捐款箱 摆设在百福社区的 议员服务处里面 希望能够尽棉薄之力 持续帮助家福中心小额募款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青少年朋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批民众有秩序的排队 要领取端午爱心物资 志工们忙着分配物资 有面条 饼干 泡面等 其中每一户都可以领到端午肉粽 让民众带子装得满满的 今天是薄荷关怀协会所举办的 这个端午送肉粽 以及物资的公益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 传递给我们一些帮助的家庭 可以过到端午节的气息 那本次共计发放100份的物资 每户是6颗粽子 共计600颗的肉粽 我们希望可以将社会大众的爱心 继续传递给社会大众 薄荷关怀协会食物银行 结合了市议员陈宜 松山慈右宫 蒙甲龙山寺 台新金控等单位 在端午节前夕 举办了百仲送温馨 重重有祝福端午爱心活动 总计有100户 信义区的边缘家庭受惠 薄荷关怀协会长期照顾 我们基隆市的低收户 那今天有一个百仲送温馨 重重有祝福的活动 然后也邀请了所有我们 基隆市的需要帮助的家庭 来领物资跟种植 那非常感谢薄荷关怀协会 长期照顾我们基隆市的低收户 那陈宜未来呢 也会埋合更多的资源 然后来一起帮助弱势的家庭 薄荷关怀协会表示 这次物资市价大约26万元 希望在端午节前夕 一起关怀这些边缘户 让他们不会感到孤单 记者黄宋明就用报道 社区长辈开心的参与带动唱 一系列的安老生活 银法艺术陪伴课程 首场在智慧里民活动中心登场 为了鼓励长辈走出来活动与学习 基隆社大老师带领银法艺术乐活社的学员们 教导长辈艺术创作 做出属于自己风格的基隆小调室 现场包括基隆社大校长蔡素贞 市议员何淑萍 韩世玉 信义区区长吴小慧都到场共襄盛举 非常好 我普通的时候都没有做这个运动 这个手部运动 那现在有剩这个机会 可以认识禅劳的话 又可以做这个 等一下还有基隆的小调室 非常开心 很多的那个课程 然后他们会带动到我们社区来 那我们社区就经常有很多的长者来 那学习的很快乐 然后甚至很多的子女都会感谢我们社区 因为是也是因为社大的关系 社大也给我们很多的课程这样子 其实我们从 引发艺术师之潘的培力 那陪伴基隆市这边 针对引发辅寮 培训师之 那最主要我们希望能够用 人家人人服务基隆人 所以我们培训这样的师资 那他们就要投入社区的照顾跟陪伴 那其实他们在去年已经到各个据点 奥兰中心去做各种艺术辅寮 会不会希望市政府多多伴众活动 希望希望 这样子我也可以出来走动一下 因为我普通的时候都要带在家里照顾我先生 我就可以趁这个机会跟我先生拜托再拜托 然后都叫给我放风一下 对对对对很开心就对了 我带他们要认识这个叫文化创意 所以叫文创嘛对不对 所以学生上课第一堂课 先看我们基隆市政府的网页第一页 先去认识我们要跟市政府同步啊 所以基隆等于是基隆 基隆等于是基隆 所以呢我们就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材料 然后呢我们有可爱温柔的海洋 然后呢网住一笼又一笼丰富的渔获 然后呢代表我们基隆这个地方 非常的富饶 满满的渔获 那其实我们基隆其实现在在65岁以上 已经19%点多 那悉尼区已经迈路超高年了 已经超过20% 那不到10年 就10个就有3个 会是65岁以上 也说迎接这样的一个高龄高瘦的浪潮 我想我们基隆要打造一个有爱城市 我想高龄这一环绝对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巡回 让我们各区有参与的这些长者 也能够加入我们影法艺术的种子师之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种子师之 其实也都有一点岁数 所以我们就是以高龄者 来陪伴照顾高龄者的概念 那我们希望说各区都有自己的银法艺术师之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长者嘛 所以在带动大家的时候 那个心情就会将心比心 然后当然我们帮人家的人 我们也很快乐 基隆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藉由艺术课程的设计与陪伴 吸引银法族走出来交流快乐学习 打造出健康老化的生活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广达游鱼艺 逊迴展 由基隆市政府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的 广达游鱼艺巡回展 今年以创新之变 经典之味为主题 介绍近代中国艺术大师 齐白石 徐悲鸿 张大谦 及赵无极等人的创新意念 与作品风格 巡回基隆十四所学校 在我们整个绘画室上面 这四位画家都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位阶 让小朋友他们也能够去思考 他们自己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创新思维 怎么样为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 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 而且美好的学习历程 让小朋友可以掌握住学习的精髓 掌握学习的精髓 激发师生以创新视野领略经典之美 老师们透过新的创新方法 来诠释新的水墨的表现方法 然后提供有一个不一样的创作方式 让孩子知道创新 可以奠基于从传统跟经典的作品出发 学生们也将创意展现 更运用不同的材质表达色彩的美感 在金箔的话 对于我们学生来讲负担有点太大 然后操作性也很高 所以我们的学生老师就用像这样的金色光点 来去代替了金箔 金箔高中则是融合心智图绘制大师们的故事海报 将视觉进行可视化 所以我们运用了心智图的概念 教导学生心智图怎么去整理 这三位艺术家的生平故事 然后他们自己运用图像记录的方式 把他们整理成像这样子的海报 除了高中学子的创意外 国小学童也展现了水墨化的天赋 认识水墨的方式 先练习农蛋干尸的技法 然后进而再创作出 他们心目中喜欢的动物群像 这个是我们皮影系 这个就是他们编了一个故事 就是因为海水很脏 所以冬海龙王就很生气 所以就找挪扎 叫他去叫一些人帮忙去进坛 所以我们才会做出很多海洋生物 金勇士国教辅导团艺术领域小组 与广达文教基金会 由于意 吸手已经有13年 将复制名化带进校内 更带领小尖兵们 进行导览技巧与魅力培训 我觉得收获很多 我看到了每个艺术家 他每个人不可能的特色 他们每个人想要传达的理念都不一样 像是我今天导览的 齐白石的 啊 烛光中的三只老鼠 我觉得这幅画 给我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就是他画的老鼠 跟我们一般生活中的老鼠是不一样的 一般老鼠可能 你们都不喜欢老鼠吧 可是我觉得这幅画中的老鼠是很可爱的 就是我觉得他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 就是看事情不要看表面 像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媒体也是 你不能只看表面 因为他可能不真的 你应该要真的去深度地去看 他真正要表达的 要传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学子在导览的过程中 也培养了媒体试读的能力 学会辨析资讯真位 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 这幅画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柔顺而立体 所以我就画了这幅仿画 南仿制点是他有声有钱 有点有限 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们要认真查证 不能忙碌听从 就像有画一层该一层一样 可能是从地方 就一个人你发出来 那你可能要有学校之类机构 去盖上去新的一层正确的 或者是他们认同 层层探究展现真正本质 广达鱿鱼艺巡回展 不仅展现基隆教育的创新与实力 更为校园注入一文火水 我们跟基金会合作 今年来到第13年 那非常谢谢他们用一个 博物馆校园的计划 让文化平权到每个县市 到每个学校 那其实整治的计划非常的缜密 就是不是只有画作巡回学校 他从最一开始的 想要导览人的培训 然后到我们实际去美术馆 去做一个观摩 然后到课程 怎么去做结合 盛获在展览之后呢 还有一个比赛的舞台 让各方的好手 可以一起来切磋交流 那真的非常谢谢广达在这一块的生根 那让基隆 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可以运用 那其实呢 也透过小小导览人 这样一个培训 那我们知道说 每一副作品 它的表象 不若你看到的表象 它有很多深层的意义 值得我们再去探索 那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媒体的讯息 很多的新闻 其实很多的资讯进来 我们还是要从多方面去做考证 然后了解 去厘清事实的真相 那非常谢谢广达 也希望广达 每年都可以来基隆 精彩的艺术创作能量在校园内蔓延 教育处指出 将持续优化校园艺术环境的软硬体设施 提升人文素养 让基隆成为艺文汇翠之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我刚刚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刚赚到人生 第一场金了 终于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名单是来给我到五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有阴阿郎 医院周边有老大郎 人车拥挤处有炭假郎 5号这行啊口 有咱处来郎 整条路都自己扔 特定区域小心 简速随停 让爱随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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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